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牛轉乾坤 我是投資朋友大福星 許肇星這個禮拜過得很快 感覺起來這個禮拜好像兵荒馬亂 盤州的這個禮拜 一度撤最低點 然後急拉 那所限來講的結果是不錯的 今天來講要禮拜五 Happy Friday 早拍的時候開高震盪走高 持續往上拉 中長來講上漲131點 成績量是818億 你看到這個結果 你想到了什麼 之前在行情在相對低點的時候 許老師幾乎是每天都不厭其煩的跟你報告 這個地方來講就是要反彈 你要趕快大買 你要趕快買 果不其然 行情往上攻 當然了在今天開盤之前 絕大部分的人都還是沒有確定這個行情要往上攻 甚至於今天已經大漲了131點 人家還是茫茫懶的 還是覺得 阿工真的會去 投資朋友都是盲目的 我覺得很可惜啊 非常非常可惜 今天早盤的時候在開盤之前 你們可能又被嚇到了 為什麼呢 來我們來看這則消息 這個是在昨天收完盤內以後 7點18分的消息 包含今天早上的時候都很多這樣的消息 他說什麼咧 9000點關卡 重重空軍埋伏 打個問號 外資連17賣 累計賣超千億元 包含 有些報章雜誌媒體跟你講說 連17賣是10年的首件 我跟你講 這叫做匪夷所思的鬼故事啊 行情都已經跌了五六百點 六七百點 那天講說 連續十幾賣十幾賣 包含今天來講 開盤之前很多人跟你講說 今天香港股票市場要開盤 你知道我會不知道 你知道立刻我會不知道 但是我為什麼要帶你進去大買 因為今天會大漲 那今天台股收完盤了以後咧 橫生 確實開盤啦 放假放回來啦 早盤的時候一度是開低了大跌 尾盤怎麼給大家上來 那未來來講 還有上陣準備開盤 那上陣開盤你更不用怕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0061的保護身 已經往上洞了 所以你所知道所有的利空 全部都淡化掉了 那你要擔心什麼 你要擔心什麼啦 你擔心什麼 擔心台幣貶值 擔心台幣貶值 好給你看 台幣咧 今天來講開始在升值了 那你要擔心什麼 徐老師那現在還來得及嗎 現在到底還來不來得及 才第一根而已 怎麼會來不及 大盤的部分才第一根紅啊 才第一根紅怎麼會來不及 很多諾貝爾得獎得主 也是70幾歲才可以得獎的啊 怎麼會來不及 他如果覺得來不及的話 60幾歲還不做研究 70幾歲還不做研究 還有可能70幾歲得諾貝爾獎嗎 那行情今天才第一根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好回過頭來看一下 今天來講的關鍵點會在哪個地方 今天的關鍵還是一樣在開盤之前 因為開盤前還是有很多利空嘛 不然昨天美股也沒有大漲啊 所以我說今天開盤來講也是很重要 8點56分的時候第一通抠訊 也就是開盤前 也就是說你可能還在睡覺的時候 直接發第一通抠訊 把你直接炒起來 我跟你講什麼 我跟會員講什麼 美國股票市場來講 昨天漲跌互見 台股今天在真名中 主委表示下 見在弦上 要外資後悔的言論 強烈做多的心態上 找牌易開高 手中持股先續爆 市基加碼強勢股 我不曉得這通口去有沒有幫得到你的忙 我說姑且不論今天到底有沒有漲停板的個股 每天每天的漲雨跌也好 你要讓會員有信心啊 你要讓投資朋友有信心 我們的真名中主委做到了 我說徐肇星今天在這個地方來講話 人為言親 我講話可能不算數 你不聽也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的財政部長 真名中主委 或者說財政部長 在講話你要聽啊 建委會主委講話你要聽啊 今天漲停板的加速高達到42間 那要比什麼 抱歉啊 大漲131點 漲停板的加速40幾間 我先問你啦 你可以買幾間漲停板的個股 每一家都買嗎 還是你先買完一家 然後等他拉漲停 我講慢一點 今天有40幾間漲停板個股 因為大盤漲100多點 有40幾加漲停板的個股 那根本就不意外 但重點是你今天去追漲停板的個股 還之前佈局 今天拉漲停板個股比較快 賺的比較多 當然是之前佈局今天拉漲停板 賺7%賺最多嘛 沒有錯嘛 那42加厲害的42加漲停板 那就塞掉塞塞塞塞 塞掉你今天追的就不算厲害啦 然後再看喔 漲停板的價值那麼多 是不是就要比速度了 徐老師之前跟你報告一檔個股 電子的小型的電子個股 佈局的時間很久 花了幾天時間佈局 因為成績量比較小 今天一架到底拉漲停 開盤就一個價格 我待會給你印證給你看 所以你會發現到行情來到這個地方 你根本都不用擔心害怕 甚至於我每天每天 我不是在做指數的喔 但是我知道你害怕指數 但是我每天都跟你追蹤指數 真的阿 今天是長這樣嘛 早晨的時候跟你講說 就是會開高震盪走高 好印證對不對 我不是每天做多的喔 不是每天叫你強烈做多的喔 9月9號指數的部分來到相對的高點 我說你硬要買多的話 你要去尋找充滿安定的個股 有沒有這樣 結果指數不往下跌 指數往下跌的時候來到9月24號 我跟你講 還是一樣 往下跌的時候 你就是要做生計 以及汽車零組件 就維持這兩大主軸嘛 所以就專做主流 我只做主流阿 我只要做主流類股來講 一定都可以賺得到錢 來到9月29號指數已經打下來了 指數有沒有打下來 前一天晚上的話 道琼是大漲 那是他在大漲 結果指數再度開高震盪走低 我都大家心都睡了 我都拍謝阿 隔天來講還要一跌直跌 要把你下出去 9月29號講的話 9月30號印證 盤中來講直接下殺 來到了10點50分 我把他列印下來 後面沒有現行圖 為什麼 因為10點49分 我發抗訊出去了 發什麼抗訊 我說研判閃戶停損出場 預計 快折尾盤 慢折下半鐘指數出現反彈 結果咧 當時來講是多少點 Bingo 又命中了 是不是9月30號最低點被我抓到了 然後來到10月1號 我跟你講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 你一定都會害怕 你不敢買 反而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 你會興奮追進去 那到底是誰對 到底是誰對 當然是在相對低檔的時候要買 當然相對低檔的時候要買 結果果不其然 10月1號開地這樣走高 來到今天 開到這樣走高 是不是就完全命中 所以你看我的節目 像看連續劇一樣 我不會突然間無中生有 要跟你哇今天指數大漲 果然我們的預測 今天指數進行大漲 許老師今天已經漲那麼多 剛真的會去還會漲嗎 我說你我剛才講的東西 你把它當聽不懂都沒關係 聽不懂都沒關係 心理層面就夠了 光這張字卡就可以幫助你了 行情會是再怎麼樣 半信半疑嘛 講真的會去 真的會去 你的成長啊 今天大漲 大漲了131點 為什麼量能出不來 敢追的人不多啊 為什麼敢追的人不多 真的會漲嗎 許老師這個地方真的會漲嗎 外資奇怪還是空單耶 不敢賣 不敢賣 要持續的給你往上嘎 等著看 我又會對 但我對你來講 沒有任何的幫助 重點是你要來做 那要做什麼股票 做什麼股票 要做主流類股 主流類股要怎麼做 主流類股是哪兩個人 你就忘記了 720組件和生計 生計來講 現在先給它震盪整理沒有關係 你自己去看它 浩頂的部分 我來看這個地方 浩頂的部分 還持續往上攻嘛 所以生計它還沒有走完 它還沒有走完 包含3176的 基亞 包含4162的 資情的部分都還沒有走完 資情來講 我昨天跟你講過了 它跟誰的聯動性會很強 跟美國這個啊 MACK啊 不是這一檔 不是這一檔 資情的部分 跟美國這一檔 聯動性會很加 那這一檔來講 已經衝高了嘛 已經衝高了 所以勢必 這一檔個股來講 它還沒有走完 但現在你要給生計類股 一點時間 因為它之前是在大盤 在往下跌的時候 它逆勢往上拉嘛 那現在大盤往上拉 它自然而然會出現 一個獲利回毒的賣壓 你要讓它去消化賣壓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 生計類股你可以先擺一邊 把部分的資金 因為生計你一定都賺錢了嘛 看我節目應該都有賺到 把部分的資金 你把它抽過來去做誰 去做誰 去做誰 去做汽車零組件 那為什麼要做汽車零組件 你還記得之前行情 在往下跌的時候 你每天都擔心太怕 台幣再貶值 每天都擔心太怕 日幣再貶值 我說日幣它會貶 台幣它會貶 你去尋找對於貶值有利基的股票嘛 我是不是很明確跟你講 美銀的第四季 是汽車零組件的傳統旺季 你就會發現到 許老師幾乎一整個月 都在跟你講汽車零組件 以及生計類股 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耶 當別人跟你講 蘋果乾淨股的時候 我還要堅持己見 當別人跟你講 阿里巴巴乾淨股的時候 我還要堅持己見 這樣才可以辦法賺到大錢啊 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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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乎 又開始要驗證了 又開始要驗證了 9月9號 我跟你講成的 成帝也好 成的也好 代表叫4554 58塊掛牌 它叫無限鈦壓偵測系統 來到今天來講要多少錢 來到今天 是不是很多盤中live節目 很多盤中聯繫節目 跟你講這支股票 廢話 要漲上去了阿 昨天大漲20幾% 新貴沒有漲跌幅限制 今天再度大漲12.87% 為什麼那麼強 因為歐美都要做胎下偵測 歐美的車子都必須要用胎下偵測器 台灣的部分 11月也規定要用胎下偵測器 那原本沒有的變成有 那你要不要買 那全部的人都規定要買 不買不行不能上路耶 那舊車子要買 新車子要爆裝 那商機就大啦 那一台車子不是只有用一顆 一台車子來講要用幾顆 你有幾個輪胎 你家車子有幾個輪胎啊 4個輪胎嘛 每年美國來講 每年大概都1000萬台以上的新車 今年更多 我們以1000萬台的新車來看的話 就4個輪胎就4000萬顆了 它每年都需要4000萬顆的胎下偵測器喔 然後沒有談到舊的喔 光新的就必須要4000萬顆了 那乘德書先望上宮了 那我當時來講9月9號是不是跟你講維生 有沒有跟你講維生 會跟你講維生 有沒有跟你講車王電 那些都望上宮啦 我說這個地方來講 9月9號說這個地方 股價的部分還在相對低電 是誰 一粒電嘛 你哪一次看我寂寞 我請你去追高的 我哪一次不是幫你去尋找 我哪一次不是幫你去尋找 低檔被遺忘的珍珠 每一次啊 相對低檔個股 你不敢買衝高 你要問徐老師到底要不要追 何必咧 何必咧 9月9號我又把電話打不通 我直接帶你佈局 9月12號直接買給你看 9月12號直接買給你看 結果咧 9月16號逆勢抗敵 10月1號開始望上宮 今天續漲 他為什麼可以漲那麼兇 因為他是做智慧型抬頭顯示器 做顯示器的 然後這個顯示器來講包含什麼 包含行車紀錄器 包含倒車攝影機 包含胎壓偵測器 包含環境攝影機 是不是一體多功能 你雖然看起來長很多囉 你雖然看起來很像 欸徐老師長這麼多你還要講 你真的以為他長很多囉 他長這樣 大盤間第一根嘛 他長這樣 好 你真的以為他長很多囉 我把顯示器說小一點給你看 頸線都還沒有到咧 長很多 一旦頸線位置過了以後 他會不會到這個地方 我們拭目以待好不好 所以汽車零組件來講 你會發現到他開始慢慢的擴大了 從之前的Kesla概念股核大 擴充到胎壓偵測器 維生 車王電 慢慢轉到一粒電的部分 有沒有發現到 就開始這樣一檔一檔慢慢開始 一直一直往上攻啊 而且今天來講又開始擴大了 又慢慢擴大了 擴大到誰 這一檔個股還不能跟你分享 標一根而已 擴大到誰 擴大到誰 股票的部分你要記得 一定要怎麼做 雖然我幫你把題材 幫你把類股抓出來之後 你還是必須要觀看這一招 籌碼分析要定多空 你要知道籌碼面來講的話 是歸在 是留在 大戶手上還是散戶手上 如果是在大戶手上來講還是多嘛 如果跑到散戶手上可能就是空了 然後依照技術分析去找買點 我雖然幫你找到強勢的類股 但是呢你還是必須依照 籌碼面的分析 以及技術面的分析找切入點 於是乎呢 汽車零組件 我又找到誰 除了一粒電之外又找到誰 我們找到這一檔 9月1號的吉保庫存 61.11% 4萬多張 來到10月份 變成62% 我幫你算過了 光一個月份吃貨了1000多張 統計1000張以上的人喔 那吃了1000多張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那重點是他股本不到10億 那就很了不起囉 重點是 股價在相對的低點 有沒有 10月1號有沒有請你打電話進來 一起來布局 有沒有寫給你看 增加那麼多 股價跌那麼深 我說人家股價跌那麼深 買那麼多貨 人家不是只是為了解套而已 他一定想要大賺嘛 他一定是想要大賺 他不是想要解套 所以你覺得這個點位會不會過 會過啦 那既然這個點位會過的話 你在這個點位你有沒有買 要買啊 再看一次喔 我所有的股票不是無中生 有沒有漲停板突然間冒出來的喔 低點的時候你不敢買 拉一個人漲停板的時候 今天直接出現跳空缺口直接往上開 為什麼會出現跳空缺口往上開 因為想買的人怕買不到嘛 我說恭喜你啊 你那天有打電話進來我恭喜你啊 下週直接用噴的 拭目以待 這檔個股來講量能比較小 我還沒辦法跟你公開 但這一檔漲停板的個股 我今天有興趣跟你公開了 為什麼有興趣 因為他真的該漲的題材他還沒有漲到 又是汽車電子 我會瘋掉 大家股票來講要等解套 我只要很辛苦啦 但是你用對方法 找對工具 我慢慢布局 該漲就會還給你啊 他該漲就是漲給你看啊 我們來看這一檔個股 當時來講的話 盤面上的消息叫做 鴻海進軍大陸車聯網 什麼叫車聯網 我當時來講 我跟你講說 因為汽車要通過4G晶片模組 連結互聯網 並通過大數據的平台道 電腦車載手機 讓車用的網路雲端 計算中心合而為一 當時來講消息面是這樣出來的 現在也是一樣 鴻海要切入到車聯網的市場 但重點 是要買什麼股票 他才是重點嘛 於是乎呢 我當時來講話 我是不是幫你挑這一檔個股 9月17號 禮拜三 包含9月18號 我跟你講一樣的話 我連續兩天 我請你把電話給波通 因為車子車聯網來講 他必須要利用LTE 包含WiFi 那這種東西來講 他有可能造成訊號的互相干擾 所以他必須要使用這一家公司 所生產的 阻隔其他頻段干擾的一個元件 所以當時來講 提到車聯網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檔個股他要動了 於是我有9月17號 9月18號 我請你打電話進來 直接來一起佈局 結果咧 漲停辦 一家到底 是不是同一檔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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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看錯 我沒有在變魔術 9月17號 321的台加塑 我是不是寫在這個地方 我是不是寫在這個地方 我連續兩天 我請你把電話給撥通 量能比較小 我請你把電話給撥通 跟著我一起來佈局 你必須要重新出發 結果咧 今天一家到底 一家到底 二話不說 一開盤就是收盤 一開盤就是收盤 買都買不到 尾盤來講還數了1000多張 你覺得下個禮拜會繼續漲 抱歉啦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算是比較慢的啦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之前沒有成交量嘛 在沒有成交量的情況下 你要給我一點時間做布局 待會我要給我一點時間做布局 因為沒有成交量 我必須慢慢買 慢慢買 慢慢買 一根漲停 還不只是如此喔 他今天是漲 是漲到胎壓偵測器的死因元件的題材 他未來來講 他這車聯網的這個阻隔 其他頻段干擾的元件 他還沒有漲到 那你覺得他就只有這一根嗎 下一周我們拭目以待 或是要瘋掉了 徐老師你的股票來講 那麼多檔個股要拭目以待 所以我每天要請你打電話進來嘛 徐老師大盤跌成這樣 那大盤今天漲了耶 徐老師還有沒有 徐老師到底還有沒有 來啊 要進廣告了啦 10月3號禮拜五 集保庫存表 我幫你查好了 就要籌碼面的分析 依照技術分析做切入點的動作 大抵完成7年半的大抵 到底所為何是 上半段我要進廣告了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你把這一檔個股帶回去 我每個節目時段 我開放10個名額 打電話進來直接帶你佈局 禁得廣告 待會見 打不通 我跟媽都快擔心死了 爸 基地台 電子坡 危不危險啊 我們的基地台都符合國際和國家的安全標準 安心啦 我們 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顧界 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02 2542 8999 2542 8999 我們 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顧界 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02 2542 8999 2542 899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來…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符合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 也是擔有 吹記憑啊 先用記憑啊 五分鐘 歡迎再回到現場 行情它真的來了啦 你要好好的把握 你先來賺錢比較快 其他的問題來講 交由市場來評判嘛 先來賺比較快 等到行情談到某一種程度的時候 你再去處理之前套牢的個股 先來賺比較快 於是乎 9月17號的時候 9月18號的時候 我請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一起來布局 重新出發 說到做到 漲停板 一架到底 買都買不到 那當然啦 你今天你會說徐老師 那個股票來講買都買不到 那你禮拜一 你要帶我們布局什麼樣的股票 一樣的話 一樣的話 新會員不用幫舊會員抬轎 打電話進來 我直接帶你布局這一檔個股 籌碼面非常非常的漂亮 人家打了7年半的大底 到底所謂合適 只是要賺10%嗎 還是要賺20% 還是要準備標到倍數 他一樣是做胎壓偵測器的小尖兵 開發最新藍牙低功耗的功能 可同步支援蘋果以及Android系統 也就是說他今天來講的話 你車子不需要改裝 不需要破壞它的外型系統 不需要透過額外的接收器 不需要透過點椰的轉接 而是直接透過手機 還有平板直接接收數據 搶攻全球10億輛的車用大商機 重點是 股價竟然不到20塊錢 也就是人人都可以買得起 現階段而言 大盤的部分沒有成交量 要買就是買這種小型的標股 一標一發不可收拾 你要買幾張就有幾張 成交量非常非常的大 要幾張有幾張 今天是10月3號禮拜五 禮拜六禮拜天把電話給播通 每個節目時段限10個名額 打電話進來全面帶您布局 下週一見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是李家頭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國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數的國家 有這種樣子的全民保險 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 像是有乾淨的水和有衣服可以穿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 這些都是遙不可及的 更有所醫療照顧 請珍惜台灣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我們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部界永遠成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02-2542-8999 2542-8999 我們堅持尊嚴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部界永遠成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02-2542-8999 2542-8999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藥妝 只有晶片護照 享有140國籍地區 免簽帳或落地簽證的好看哦 晶片護照有多重防偽設計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辦護照 一定要本人親自申請 還可以網路預約申辦哦 如果護照遺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報案 出國前記得檢查護照效期 要超過六個月哦 晶片護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詳細內容請上網搜尋 現在這個時機 什麼都斤斤計較 省電費瓦下